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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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小朋友开始出现了很多小管宁 因为小学的时候的桌子没办法割开 所以他们就会拿粉笔在桌子上画一条线 来个画桌绝交 之后就会有很多小朋友去老师那边哭 就说他自己不是华心 这样子 可是在诗说心语的这一个书写惯例里面呢 虽然说确实存在着把人物并列对比这样的方式 来呈现人物优劣的这个情况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 华心这个人他是真的这么的不堪吗 那管宁跟华心的优劣是如此表面而单一吗 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可能必须要来看一看在诗说心语里面 有关华心的其他的故事 再来回头来看管宁歌席这个故事 我们或许可以有新的这一个看法 那必须要特别说明的是呢 在诗说心语里面 因为他虽然记载的是一则一则独立的小故事 可是呢他里面的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 所以他们的形象基本上都是连贯的 而且是延续的 所以不会存在那一种反派突然变正派 那突然变脸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故事来 再从其他的方面来了解一下华心这个人 那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诗说心语里面其他关于华心的记载 那在诗说心语里面同样是德信片 有另外一则关于华心跟王朗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是说到呢 华心跟王朗呢 两个人一起搭船在逃难 那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个人想要来依附他们 希望他们可以拯救他 那华心呢就表现得非常为难想要拒绝 王朗就说我们的船还很宽啊 为什么不行呢 那那个在王朗这么说之后呢 华心就同意了就把这个人给救上船了 可是一起走没多久之后呢 贼兵就追上来了 那等到贼兵追上来之后呢 因为船载重加多了 于是这个船就滑不快 所以呢王朗就想说 那我们不如把当初救的那个人推下去好了 那华心就说 就阻止了王朗 他就说我原本呢 之所以有疑虑想要拒绝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已经担心这件事情会发生 那现在你既然已经把人给救下来了 你怎么可以因为很紧急的状况发生 就要再放弃他呢 于是呢 他就还是把这个人给救下来了 那后来的人呢 就因这件事情来评定 华心跟王朗这两个人的优劣高低 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大家可以发现原来当作版面教材的华心 在这个故事里面 他已经是一个正面的形象了 而且在这个故事的后面呢 世硕西米还加了一句话 叫做是以此定华王优劣 那就说明这个评价是非常明确 而且非常肯定的 就是华心是优的 那这个王朗他就是属于烈的那一方 那管宁歌席里面 实际上是没有这句话的 那如果我们如果只看这个故事的第一句话 或者说前半部分的话呢 那再加上我们 源自于管宁歌席的印象 我们可能会觉得华心这个人 怎么这么的见死不救啊 这么的没有善心 那可是我们要看到故事的后面 才会发现 其实华心他不是没有慈悲心 他也不是见死不救 而是因为他比较有远见 因为你要一时涌动一善心 那其实是每个人都会的 但是这个善心你要如何持续 你能不能够承担 这其实是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更何况是还能够做到稀整如初 那这就是华心他特别难能可贵的一个地方 那除了这个故事之外呢 另外在德性篇里面 同样是在德性篇 这三篇故事都是在德性篇里面 有另外一个故事比较短 那同样是王朗跟华心的对比 那这个故事里面呢就讲到说 王朗呢他非常的推崇华心这个人 推崇他的学士 推崇他的气度 那特别提到说华心这个人呢 他习惯在辣日的时候呢 集合他族中的这个子职 来一起吃饭喝酒 辣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辣八 也就是农历的12月初八这一天 那他就把这个家族中的小孩啊 通通都集合起来吃饭喝酒 那王朗呢就也学他做这件事情 那有人呢就去跟张华说这件事 那张华是谁呢 张华在当时代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文坛盟主的这个地位 这样的一个人 那张华听了这件事之后呢 他就说王朗这个人呢 他在学华心都是学到皮毛 都只是学到表面 所以两个人呢 就差距就越来越远 那张华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说他只有学到皮毛 学到表面呢 因为华心找子职来吃饭喝酒 不是只有在吃饭喝酒 他们不是只有在尾牙而已 他们在尾牙的同时 也会来一个年终考评 也就是华心其实是在这一个年终的 蜡日的时候跟子职艳影的过程当中 考察他们家族子弟的 每个人在这一年的学士 有没有增长 还有他的为人处事 有没有增长等等的 这一类的事情 不是只有在吃饭喝酒 那王朗显然就是只有学到吃饭喝酒 这件事情 于是张华就认为 他只有学到皮毛 所以都是行孩之外 去之所以更远 那从这两则故事看起来 你就可以发现 华心好像没有我们原先所认为的 或者原先我们所以为的那么糟糕啊 感觉上人也还不错嘛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 我们要观察一个人 或者是我们要评价一个人 并不能够太快的去下一个定论 而且呢 你可能要多 从各方面的这个角度来观察它 那你才能够真正对它做出一个 比较正面的评价 或者是比较正确的评价 那为什么我们以前在读管宁歌席的时候 总是用这个角度来对华心做出 这样子简单而粗暴的一个评价呢 那这就跟我们对经典阅读的一个 诠释角度是有关系的 那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呢 基本上就是因为它历久弥新 而且在不同的时代呢 它都可以给予我们新的启示 但是经典的存在不是只有它存在在那边 它就是可以成为经典 经典的存在还有它的生命 必须要新时代的读者一直参与进来 如果经典放在那边没有人再去读它了 那经典实际上是名存实亡的 但是如果有新时代的读者一直去读它 那经典才能够真正的一直延续下去 那一直延续下去 也不能够让它只是一直以这个面貌延续 我们必须要让它能够适应时代 那这次就需要新时代的读者给予这个 经典全新的一个诠释 那这个全新的诠释呢 也不是说你随便一个读者 那你就瞎说乱说一通 你就说它是一个新权 不行的 我们必须要把你的诠释回头去 照应一下整个文本的脉络 那要看看这个文本的脉络 是不是能够支持我们给予这个 经典一个全新的诠释 那这个诠释是不是合理的 那从我们刚刚看的这整三则故事看下来 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思维来诠释 管宁歌席这个故事 实际上就是不合适的 专注固然是一种优点 可是好奇心何尝不是呢 更何况在我们现在的这一个教育方针之下 实际上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对这个世界 能有更多的好奇去探索他们 那更何况呢 如果以这个种菜啊翻土这件事情来说 华欣把这个金属从土壤里面挑剪出来的这个动作 实际上反而才是比较符合农事程序的 所以实际上来说 它也没有任何太负面的部分是需要我们去抨击它的 所以两个人的友情之所以最后会走向决裂 其实也不过是个性不合而已 当然也有可能是管宁这个人的性格比较难相处 所以我们其实新的时代就可以用全新的角度来重新诠释这个管宁割洗这个故事 那在试说心语的脉络里面 能不能够允许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诠释它呢 那从前面的三则故事看起来 其实答案显然是可以的 而且是肯定的 透过今天的分享可以发现 阅读可以训练四遍 阅读经典可以充实我们的心灵 行念工推广经典阅读 强调读好书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经典的新时代诠释 由赖我们这个时代所有读者的一同参与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